全球股市的风向已经开始逆转了 马股的牛市也会结束吗 大家好 欢迎来到谷歌讲过的栏目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全球股市风向为什么是转了呢 是否意味着 全球股市要回到2022年那种下跌的走势呢 为什么这么说 马股今天也出现大跌 是否意味着上升五浪结束 接下来八九月份要出现大跌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的盘面 实际上是接近到国庆了是吧 如果说你稍微有一点 研究历史的话 你会发现实际上 每年到了国庆的这个时间呢 就容易下跌是吧 然后马股这边如果说 你看一下指数这边 实际上昨天是没有突破这个中轨线的是吧 没有突破中轨线 所以说往下也很正常 现在有一点重心往下移了 所以说也是要小心一下 今天打到下跌了是吧 打到下跌之后 那明天就应该起着对的啊 明天不起的话就不正常了 而且他刚好是回调到了前期这个低点的位置 前期这个低点的位置呢 也是前边高点的位置 所以说这这次是真的到这个位置了 是吧 前期高点在这呢 如果没有破掉的话 实际上还是可以的 对吧 所以说今天晚上跌完了之后呢 今天跌完了之后呢 那明天后天应该起着对的啊 不过从 浪行的角度来看 就不是那么的乐观了 因为已经走完了 一二三四 是吧 现在要走大四浪 对不对 所以说 是不是还有五啊 不好说 然后我们基于这个周线的情况来看 周线应该本周应该受养人对的啊 受阴线的话就 不好了 就意味着 整体的反弹就结束了 从六十分钟图来看呢 它今天呢 是顺势下跌 跌的还是蛮惨的 而且把前一地点给跌破了 是吧 目前来看呢 就昨天我画的图 昨天画的图已经跌破了 是吧 所以接下来看它能不能收上来 对不对 好 这个是关于指数这边啊 然后关于行业这边 我们也可以简单看一下 行业这边除了这个 Energy啊 其他都是跌了 是不是意味着 大势不行了 对吧 我们先看一下周边市场 昨天的欧洲还是不错的 欧洲基本上是普涨的 看到吗 欧洲开始回暖了 只有像波兰和挪威出现小幅下跌 其他的都涨得不错 美洲这一面呢 昨天也是分化的 巴西 纳萨克 墨西哥有上涨 标普500 加拿大 以道雄私有下跌 然后纳萨克还是相对抗跌的 但是涨的也不多 所以说美股这边风向也是开始转了 亚太股市今天是涨跌参半 涨表多的是台湾 红丑国企 恒生 跌表多的是深圳陈指 创业板 跌了都超过一个八仙了 中小板跌了1.27 然后我们看一下 马股这边什么情况 马股目前呢是第17 跌的是蛮多的 从早晨的情况来看就一路杀跌是吧 所以说是不太好的一种征兆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个下午如果能回上来可以是吧 到了12点附近呢怎么样 又出现尝试突破主线啊 突破这个 黄线 但是最终没有突破 又下来了是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盘面这边 盘面今天是偏弱的状态 那昨天还是前天还记不记得 我们有看到倒挂的现象是吧 倒挂之后就容易出现 反复 或者出现 反向 反向 走势是吧 然后从今天的情况来看 上涨的只有257 下跌466 平盘的是456 指数目前下跌8.19 跌幅在0.56 行业来讲只有energy 其他全部沦陷了 跌表多的是industry plantation 跌幅在1%以上 今天energy涨了是0.77 然后其他像什么construction 跌0.83 然后utd跌0.25 嗯 然后这个property跌0.2 都是跌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接下来要考虑是吧 风向已经转了啊 因为我们可以从 资金状况来看 你也可以看到是吧 实际上 外资从原先的流入转位流出了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吧 虽然21号流入6个米领 但是太少了是吧 非常少 嗯 另外呢 从 所有行业的情况来讲 是吧 美联储这边 央行的会议马上就要开了 开之前的话 怕是说会继续加息是吧 如果继续加息 其他国家跟随的话 对于股票来讲 就又不是利好消息 对吧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些行样 今天Elegy这边呢 就是超跌反弹是吧 虽然是涨了 但是说还在熊道里边 下边呢 大四级有增加 但是没有超过紫线 说明还只是个反弹 瑞斯这边呢 你看近期大跌是吧 应该是好事才对啊 今天收了个十字 到目前 Transportation呢 是有探底是吧 但是最终收盘收在了一个 布林线中轨飞进 目前走的是一个阳阴阳阴 那今天应该收阴线 对吧 如果收了阴线 还是继续会震荡的 UTG体在报了好消息之后呢 也开始有一点回暖了 这要看 继续要看啊 因为它在周线上 已经满足了这个极限值了 是吧 二四六八 都已经九周了 是吧 九周的话就到了一个极限值了 要小心了 月线上呢 是二四 二 这个这个五浪 五浪模型也走完了 是吧 Property今天没有起用 所以我们说 三天下跌之后 如果没起的话 就不正常了 注意一下风险 但是它依然在中轨线以上 是吧 中轨线以上 是不是依然是安全的 还是安全的 接下来回调不破 中轨线还是可以的 Consumer这边就稍微差了一点 一直在下跌是吧 然后昨天有看到 关于A用这边 它报的业绩是比较差的 这是最基本的了啊 最基本的什么消费 也净利下滑 百分之四十多 这种情况是不太乐观的 当然目前呢 刚好出几道下跪了 出几道下跪之后呢 明天起是对的 明天不起的话 就严重不正常了 这边呢 已经走了一二三四 已经走完五波了 是吧 所以目前是A Pinential Service这边呢 五浪走完了 而且现在也跌破了中轨 今天还调整了 是吧 今天大资金也减少比较多 所以说要注意一下风险 科技股就是个一日游 是吧 今天就熄火了 到底科技股为什么起不清楚啊 应该会有一些利好消息 反正上一周报的科技的股票的业绩 还不错 对吧 本周的话 目前还没有看到科技股报业绩 是不是 Healthcare这边呢 是继续震荡 今天本来应该收阳线的啊 结果收了阴线 所以就不怎么乐观 从下面大资金情况来看 还是没有吵架的 电信这边呢 是冲高回落 昨天冲高回落 今天继续跌啊 跌到中轨线了 反正也没有什么吵架是吧 所以说暂时 风险和机会都不是那么大 Construction这边呢 是连续跌了四天了 而且把前期的这个 中轨线给跌破了是吧 然后我们 可以画一个趋势线 那未来到什么地方只跌呢 就可能在这个趋势线附近是吧 还有一定的距离 只要没有跌破的话 还是有希望在起的 目前只是说账多了 要回调是吧 Industry这边呢 就前两天是高高猛进的 今天又下来了 是吧 为什么工业股敢在这个时间不太好呢 如果说还是没有问题的话 是吧 政府在八月马上要公布那个 2030新工业大蓝图的重新定义 会不会敢在国庆日当天去宣布呢 也是有可能的啊 现在已经8月23号了 对不对 还没有什么音信 经过周选之后呢 这个 团圆政府这边也是有很多问题 暴露出来是吧 目前的话 呃 有存在一点小问题 plantation更是低开低走是吧 经过三天阳线之后 啊 前面也是啊 你看 三天阳线之后大跌 三天阳线之后大跌 对吧 12345 目前是下跌第五浪 这个跌完之后呢 有望开始要起了啊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画上 画这么一线 然后你看 哎 差不多了是吧 所以说如果说回调 没有破这条线 还是有希望在起的 是不是 好 这个是关于板块这边 我们看一下个股 个股这边 今天涨幅超过18先的是16只 下跌超过18先的是20只 这样来讲也是多方 占下风是吧 空方略占上风 简单翻一下 4944前面因为超跌了 是吧 跌挺多的 今天是回收上来了 但是接下来是不是能够突破 这个平台是吧 能不能回补这个 回到这个平台啊 这个地点以上 也这个位置是三毛零八分 也现在刚好到了啊 如果说 没有办法突破的话 最多是个一日有 我们可以看一下 布林线啊 布林线这边是 还没过中轨是吧 还没到中轨 这个好像是一样的 也是跳空下来的 对吧 应该是被政府解除合约之后 什么又出现恐慌 708也是不错的啊 这个是 PETRO 然后看一下 已经快要接近到突破前级高点了 是吧 刚好到了 如果说能突破就更好了 突破不了的话 也是要结束的 8303继续高个猛进啊 今天大资金呢 是大幅增仓 散户还消失了 但这种情况呢 也只能暂时看到是一两天 是吧 因为他最近都是一两天嘛 PAC3的话属于传统的消费 是吧 但是他就会比较强势 为什么 A用 还不如这个PAC3 因为PAC3 今年年初的话 就是关了很多分店 是吧 分店关了之后 我相信会节省很多的营运成本 净利的一块 应该会提上去的 是吧 然后我们看 其他的 0236这是个新股 RAMSO 最近的大资金增仓比较多 有戒指两天是吧 昨天呢 就散户消失 专家大幅增仓 今天继续增仓 7082专家比例还是很高的 趋势也是往上走的 163PA也是 目前专家已经高度空盘到 99.7%了 4758 这边最近的外资比例也是比较多的 是吧 而且尤其今天是 外资大幅增仓散户消失了 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点 6377也是 钢铁这边还是有起色的 看到吗 这个是Lin Industry 钢铁的 753是不是现在结束了 24689是吧 901 现在结束的可能性就出现了 728 这个呢 是跌到下滚线啊 刚好收阳线 说明支撑是有效的 对吧 嗯 这是728 当然需要两天是吧 一天是不足以改变一个趋势的 7202这边呢 前面是仗挺多的 然后最近调害了 调害之后有一个规则啊 是两阴一阳两阴一阳 对吧 所以说接下来两个交易日 如果收两阴线 那还会重复 如果说明天收阳线的话 就是好事了 是吧 尤其是收在中轨线以上就更好了 我说02这个糖厂又起来了 其他的我就不去详细讲解了啊 因为太多了 想了解更多的 想学习更多牛股 赚钱技巧的 可以来我们今天晚上 8点的内容 是吧 另外8点内容呢 会讲一下这个工业和科技 逆风向上 还是逆风倒下 对吧 还会带炒吗 现在是不是布局工业 还有科技股的良机呢 那工业股里边 你到底挑什么品种呢 因为有很多品种是吧 是吧 如果你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话 老马回复一下3 我们今天晚上8点不见不散好吧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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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